书界上回接说了一段雍正天侠徒古 上回就给您说到 坏事包张望 打入了剑山蓬莱岛 他来到了招贤馆以内 卖弄手段 那么这个招贤馆的馆主秦志明呢 一看他武艺超群本领出众 不敢擅自做主 秉明君师艳谱艳云峰 那么是何该出事 其实艳谱能做这主 看完他这武术 大小量才能用派的一个官职就行了 那么艳谱为什么要秉明英王傅昌 那意思就是我们山上需要的是士气 每补入一个新的成员 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都能够使人为之精神一阵 士气主要 那么这个剑山上呢 最近一直没有什么有能耐的人来投降 一听秦志明说 这有一有能耐的 甚至于说秦志明说 他的文领在我之上 艳谱很感兴趣 所以故而秉明千岁复昌 英王也高兴了 金殿阎武吧 这才在银安殿上的召集了群臣 文武两半全都在 就让张望当殿阎武 你练让大伙瞧 英王什么心签呢 英王那心签呢 我不懂有懂的 武术上我不灵 但是我山上这都是高人的 更何况有默契与修跟艳谱 这样的人物在 你们要说好 我就封的大官 你们说不好 人家来了也别去了人家 大小爷得给个官职 可是没想到 张望在招贤馆里头 琢磨这半宿不是白琢磨的 怎么能够打动君臣之心 我要想毁他这一座建山棚来到 我必要取得一定的位置 光有力量不行 您都知道物理学 得有一个支点 还有一杠杆 这才能把力量发出去 你光有力量不成 更何况我的力量不弱 所以我需要很好的 很巧妙的一个支点 一个地理位置 同时需要一个很长的 这个杠杆 我就有途径 那么今天我要能打动英王 必要先打动他架下的这些个文武群臣 说白了吗 最简单 我得打动军师跟无形剑 和还有 这个大帅谭天谭卫林 水军的大帅 这个龙斗龙九宫 我必须让他们看上我 所以他半熊没研究别的 就研究这个坏主意 到这来话说的客气 说我这不撒野吗 这地方哪有我练的份啊 怎么样啊 我练一个林桥 可是我练的属于啊 四左岸 我也不知我这什么武术 您各位瞧瞧我练的是什么 入不住群贤之法言 这话 和暗含着就有点挑衅了 大伙一听啊 公堂大笑 那意思您这个话大点 什么武术都在人家无形剑口 和云台剑口 老二位新的装的 练武练在人家那份上 拳脚兵着 没有人家不会的 你还干嘛呀 你还想露两手 这不走机来吗 你能练出什么出奇的武术呢 大家伙这么一乐 张望 那天生来的不要脸 脸皮最后 说这个话 脸不红 心不跳 当真的说 可就是云台剑口 艳不艳云空 还有无形大剑口 去修老哥俩一听 那叫什么叫暗自审相 心里边 这人这话太大 脸上可不带着 那你就练 敢张望往下 一踏腰 阴安殿上 啪啪走行 温外国 不越打越快 这趟全练的 就这两位武动 卢飞 亚塞乎两头蛇的相仿 前后左右 声东击西 上村下跳 就他这么一练呢 越练这阴安殿上 越安静 越练这阴安殿上 越安静 练的练的呀 这阴安殿上 没人说话了 都瞧他了 为什么 全给大伙打住了 大伙一瞧 这什么武术 哎 愿不人家说大话呢 人家敢跟 军事剑口叫晚 这能备 确实匪夷所思了 确实不能说耳目一新 这似曾相识 好像这招认识 哎呦 不对又拐弯了 下一招又有点眼熟 还不是这意思 由这个乱哄哄啊 大伙说笑笑 这人这个 没有什么常识 你在这个剑口面前 你这属于抖机里 先看下大伙这态度 细一哈 让他练 他那又什么 慢慢练静 由静而动 慢慢大伙又阴论 这练的什么呀 张望一看 行了 达到目的 我唬不了啊 剑口 我先把你们都唬住 把你们唬住 就把鹰王唬住了 眨眼之间 这档拳打完了 拉一个收拾 双掌核实 是弥陀佛 剑口 您看我练的是什么呀 木梁佛 燕谱一时没答复上来 就凭我燕谱愿云风 愣会没瞧出来 他练的是和武术 回头瞧了一眼 诗歌无形见个默契玉修 默契玉修避着目想的神 说着闭目养神 实际迷缝一眼份 干嘛瞧呢 他一瞧啊 他瞧明白了 那个坏手张望练这能耐啊 练几下 无形见个就明白了 心里边就已经打好了福稿了 往下看吧 果不其然三世六世练完了 完全跟头离一样 按不就班 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他看出来了 像这个一问燕谱 燕谱一张嘴 你练的是什么不就完了 敢张望问燕谱 燕谱没眼 又回头看他 默契玉修急了 默契玉修就并不眼神 怎么信呢 你听没信 拿眼角一瞧 燕谱正看他 可把默契玉修气坏了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黑燕谱 黑燕谱二你这 你这怎么话说的 小小的鼠背张望 卖弄自己的聪明 小聪明 他以为能够瞒过大家的耳目 叫我看 不过就是流于一般 也有他的巧妙之所在 但是就凭你燕谱这么大能耐 燕谱瞧不出其中的七窍 你就干了不就完了吗 燕谱回头瞧默契玉修 默契玉修抬头一瞧燕谱 心里边有气 我俩不 就他这一赌气 我师弟 他所恋之绝技 我看不懂 老到百音人就拿手这么一推 看不懂 完了 自燕谱往下 好几位全看不懂了 燕谱是一时树林子里的放风 那给绕住了 并不是真看不出来 他没往那想 谈天谈过 林隆斗龙九宫 以至于 左往这三宫 右往这三后 山上有几位高人 全瞧出来了 可是无形见过默契玉修 一说看不懂 就看得懂的 也不能说懂了 为了默契玉修说看不懂 这位站起来了 建哥这都看不懂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不过就是什么人 您这建哥怎么练的 您不信 那他打头再练一遍 咱半招半招的练 哪招我都给他担递了出来 我告诉他练的是什么呢 好 无形建哥这脸往哪端 这是怎么回事儿不能那么说呀 再说了 有的人心里打鼓 无形建哥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许是这里还有深奥的东西 咱真没看出来 还有的人想啊 无形建哥看出来了 看不出来故意的跟雁谷 他老板俩说不懂 这八成上山之前呢 就走好门子了 这俩主考 这俩评委说好 说看不懂 英王武昌那好给重要的官职 我们别给刨了 不知道这位什么后撮什么势力 就是瞧出来的 让无形建哥这一摆手啊 全被唬回去了 艳谷一瞧 诗歌也倒是看不懂 更破旅会儿了 我看不懂 哥其默默 尚在其次 我诗歌要说看不懂 那可深了去了 也别让人给比下去 自己心里边疑惑着 不敢明说 即使诗歌说看不懂了 那自己这点小的意见也别提了 本来就想猜着说 懵着说 这让诗歌一说也给唬回去了 那是说 说这么神 他练的什么呀 其实很普通 张望聪明 这个坏着班张望最拿手的 有那么几样 头一样说他会阴导力 那要听前文书 这书远了啊 杭州类 头次杭州类 他拿阴导力把眼珠子给抠瞎了 下手狠毒 当时就招来大伙的悲议 说纵然你是擂台比武说了 生死由命 但是你也不能下手太狠毒了 你把他战败也就是了 那么张望的当初是族形大贼 下手狠辣 他有阴导力 二一样 他这个点钢 峨梅刺 他是水汉两路的英雄 他这个峨梅刺 练得最好 也是三十六世 那么败在了 侯氏昆仲的门下 最得意的 就是跟二侠和侯杰 练的三十六首 猴拳跟三十六是 螳螂拳 这是他这一辈子 最拿手的这么几要武艺 他昨天晚上半夜 琢磨什么呢 一个都琢磨这词 我拿什么话枪火 能让他们引起我的注意 另外我就真的有两手绝 你广练其中任何一样 你是打螳螂还是打猴拳 谁没见过 也不足为奇 干脆我给他天上一脚啊 地上一脚 我给他来大掺和 这可费脑子了 半宿没睡 自己在这床上 两只手来回烂动 一招猴拳 一招胖狼 又加点分水鹅梅刺 拿俩手代表双刺 一会儿又加点英雄力 他把他汇这点东西啊 揉一会儿 真要实战可不行 乱呢 你真说实战跟人动上手 你这个临时 临战的反应不了那么快 当然你要能反应过来那更好 您看这个小说 金庸写这个周伯东 一心二用左右互搏 这是巧思 但是呢 事实我想是很困难的 你左右手打就这两下 就是他打他 你怎么研究吧 你后面够不着了 你只能在前边 你用什么手法 也就是上下左右 就这点事 哎 也没什么意思 看了几晚 这个 社交用转 那么里边演周伯通的都很难 哎 这个人演出老顽童来 那确实不好演 简单说吧 一心二用是很困难的 他这就是 最后这几招啊 他是左手猴拳 右手苍苍拳 脚底下走着 全是鹰找力的 他把这套武术 半小子工会 演练熟了 第二天 银安殿上 当着鹰王傅昌 两位剑客 以至于殿上这些个武术家 他练的就是这个 那说 瞧出来的也不在少数 总有那么十几二十几倍 打着头几下 你还叫个 无形剑墨机一修吧 练几招就看出来了 一看 上手是猴拳 下手汤狼是 怎么这两招搁一块呢 巧妙 心里边也赞成他 用的不错 可脚底这步又不是猴拳的步 也不是汤狼拳的架门 他这步什么步 他往下看 一看他 应得力 一看他这俩手比了比划 的是两宗兵论 是什么呀 是宝剑呢 是刀啊 是什么 哦 一看了半天 不是点学诀 就是我没刺 怎么还点学诀 二侠的猴杰是点学诀 他这里也有 再往后看 看过十几招去 明白了 就这几样综合的 你这华而不识 何必呢 无形剑墨就不看了 知道你怎么回事就完了 可是云台见他怎么意思 这样他给打住了 一身懵了 猴拳 不是 怎么 螳螂拳 不是 他老往不市上讲 他不往市上讲 你要往市上讲 这就是猴拳 这就是螳螂拳 哦 你就明白了 咱俩喝一块 他这一游 刚看明白这猴拳 又给螳螂拳了 不对 螳螂不对 应找利益 这连着说四五个不对 不敢往下猜了 越看越迷糊 一脑袋这样子了 您琢磨军师这一天多少事 脑子里都一乱呢 倒让张望给唬了 到现在张望 一句话问倒了云台见客 无形建客 在一堵气 一说不懂 好 晚上没有敢说对的 你往古城一瞧 我这健身蓬奈倒完了 来一个半老的和尚 还是个头头 就把我健身上所有高人都护住了 众位精家 他练的这是什么呀 云南两个万般无奈 他这是一门新创的武术 据我看嘛 张望 你这里都有猴拳 有汤狼拳 还有点鹰爪力 不知道山人我说的 是与不是啊 张望一听 人不是没瞧出来 也不是这位 大伙都能瞧出来 就是不敢说而已 那就行啊 看我学的烂七八糟 我也不知叫什么 反正我都揉一块 我也很少跟人动手 不知管用不管用 严谱心了话说 这管不了用 难得你聪明 能够揉的一块 这就不含糊 英王一瞧 大家伙的神态 哎呀 此人能得不小啊 就是你看看 他应该委派何职啊 艳朴一听 要职具有人 现在山上一萝卜一坑 重点的位置上啊 都有人干的 你能耐大 但你寸功未利 又是新来的 你说愣把人家摘一摘 换他 那位也不服啊 可是这能耐又不错 确实这几手拳 那看得出来 猴拳也不错 汤拳也不错 都有根基 你要秦志明说 比秦志明高 还真不是瞎话 你让他当招宣馆 当管主去 秦志明干嘛去 你又不能替人去 哎呀 给一个小喽啰头 又不合适 艳朴这一时无语 那你看军事不言 也问大帅吧 英王傅昌傅伯伯臣 问谈天 大帅 你看他 伟派的什么职位呢 谈天心里头明尾 也瞧着他练的是什么 新来会儿这个来路不明啊 伟派的什么呢 这样 我得让他在我手底下 啊 千岁 至于伟派何止一时 我也没想起来 总是在山中的药职 要给他找一个地方 那么到时候我呢 也能够时常的与他亲近 他作为我一个臂宝 我看到是很不错的 这话可就点给英王了 作为我一个臂宝 我得管得点他 英王也听明白 在左膀寨三宫啊 三爷金海少 有一点破军师跟大帅 这个人呐 练的不过就是 猴拳跟汤狼拳揉一块 财不堪重 不能给太重的要之 张嘴刚要说话 大爷银海明用手一拦着 干嘛啊老三 我跟他说 你说什么 这位啊 拿手一指歌仨 林海明陆海亮 金海少 没意思吗 这位跟咱仨 话等号 一样 金三爷一听 是吗 又一琢磨 对 没准 这位 没憋好心 跟我们老哥仨 进剑山的目的一样 上这里啊 鹤愣来了 大爷瞧出来了 这是需要拉拢的对象 你别点破了英王 点破了大帅 让他们明白了 这人的差事完了 一看大帅 军师都没大主意 英王一琢磨 那就由着我信来了 既是如此 我现边一个官职 封他怎么样啊 大伙一听 好啊 全凭千岁做主 张望听风 河通 和尚二次 撩僧跑往这 这么一跪千岁 今我奉你寻山 总头目 这寻山总头目 怎么个官 不知道 大伙一听 有寻山的头目 这总头目 那就哪都能去啊 这位能随便胡溜的 金师 你琢磨 哎 这 不太合适吧 新来一人 就寻山总头目 屋里 刚了说 无良国 尹海明 引的也一听 这事必须做实了 拦着这 无良国 这屋子出来 凉尾出来 啊 千岁 闪不出班 一一师公 你公 您 有何本到啊 千岁太高了 似乎据我所看 张望 堪任 其才 他这个能耐 来一个寻山 总头目 再恰当 其分不过 太好了 那么千岁 您 真得说是 会用人呢 那么 于张望来说 也得欲明主 是乃张望之性 剑山之性也 对于他个人来说 是道乎 对于剑山来说 也是道乎 他到山上来 对剑山太好了 甚至于说 比我们哥 上来都有用啊 罗二爷一听 大哥这么说 那我也得保一本呢 我等愿保张望 今才一听 那就顺着老哥俩子 我也愿保 张望 龙斗一瞧 都保 那咱们也保吧 谈天一看 反正这寻山的 头目都归我管 总头目也得归我管 就这意思吧 好啊 千岁所言即是 这半边一说 何事 本来在朝中一事啊 无形见过 从来不搭筒 说了 我呢 不参与朝政 此事英王组长 你有需要我 你派我就是了 大主意都我师弟拿 他是军事 他是中立 不表态 那人那边都表态了 救生艳谱 一人觉得不合适 也得说合适 更何况是英王的主意 无量府 本军事我也赞成 这儿靠头写了 寻山总头目 当时发下了寻山金牌 腾出一个小院子来 上面写上 寻山总头目府 那这叫什么府 还快把人伺候着 张旺总和上任 到自己府地的密条 好几间大瓦房 宽敞明亮 窝子里的摆设具权 八个人伺候 归自己调派 自己 新冠上任的 总得有所作为啊 吃饱了饭没事 辛苦 总头目这什么事 走吧 带我军师府 面见军师 问军师 我都在注意什么 干什么工作 拍艳谱去了 大门 给艳谱磕头 多谢您 您明明看出来 我这个能耐了 您在店上 诚心说不知道 那艳谱一琢磨就得顺杆爬呀 哎 你这不就是猴拳跟螳螂拳吗 还有点阴导力揉一块了 哎呀 我就得那么说呀 不能坏你的事 是啊 那我应该干点什么呀 你不归我管呐 学山头目都归大帅 谭天管呐 你上他这报道去就行了 好好干 放心 英王错待不了你 忠心辅佐 剑山就是 免费的警局 把张网打不出来 张网出来 走 大帅不 到那儿给谭天下会 呵 谭大帅您对我帮助太大了 明明您瞧出我这个了 您不给我点破了 啊 两位老剑子都瞧不出来 我瞧不出来 我没那么大能力 那我问您我这具体工作是什么 群山呢 群山各有头目 我这总头目怎么算呢 谭天一头目怎么算呢 你就山前山后转悠呗 你反正有金牌 尽你的职责就是了 一心未见山也就好了 那您把其他的头目找来 呃 我们一块商量 他们就都归你管了 这样 你归我管 我有什么事以后我就找你 你再分卖他们就是了 好吧 都弄清楚了 第二天 大帅虎 谭天 声仗 把群山头目都找了 当着大伙面一给张网指引 银安店将众位头目都瞧了 张网能力不小啊 大为真福 打这我们有头了 这听您的吧 这好 顺大帅虎出来 都问总头目虎 张网拿出钱来请大伙吃饭 跟大伙一地稀合拉拢关系 啊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这总头目不是事 我不管你们 哎 你们不愿意去的 你们让我去 我不发泪 我有个外号叫你腿增 我乐意走 我现在这身体也不太好 大夫跟我说了 管住嘴迈开嘴 少吃多餐 那您是这个唐教兵啊 您您多注意吧 没事 不要紧 打这张网 连着请好几天客 山上这些个该请的全请到了 石不长的军师大帅府前去请南 随般唱弄 他可不闲着 每天饭好的腰里头 暗带如意末活 带着白纸 打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 连上带下 连山窟窿都往里钻 什么叫方向道路 怎么叫做 啊明暗上 山窟窿里头 能走多深 是活的是死的 哪有水 哪有剑 甚至于说多少棵大树 简约地图画好了 回去再画一详细 一张一张的地图往一块拼 就连山后鱼谷寺 鱼谷四号的九寿豪天亭 他全都探遍了 就是没敢进去 不知道里头有什么机关消息 大概的位置全都明白了 红石在山上拉鲁一大帮人 见谁都说客气话 谁也不知道他 这人呢 给仰手不打笑脸人 你不知道他什么脾气 大伙还都挺静的 一接触他 可随后 嘻嘻哈哈 也没那么些规矩 而且人干活干的头来 人家自己 人家真寻哪 在山上的 几个月 就打成一片了 那么他跟当中黄志 在断农舰里 天堂白路冲手底下 那还不太一样 黄志那个策略是什么呢 是把这有能力都K走 净留没能力的 黄志新的话说 就凭我一口刀 我不用别人 只要是朝廷派兵打 剩下这些乌合之众 我保证都能赢他们 我一人就把这 断龙山里头 断龙舰里头 造反的这些人 我就都能消灭了 打的是这主意 所以把有能的想法 都给挤得到 除了话筒话量语 他的这个徒弟 剩下差不多的 全都让他给抵得走 这策略在张旺那儿不行 张旺怎么不行呢 张旺啊 比他能耐的大的人太多了 他想人走 他也K不走 他也不结交这些没能耐的 他是上下全结交 就老爷老好人 这天寻山 寻出事来的 怎么 建州之州 黄国英 乔装改办 上山汇报工作 这张旺原先不知道 这整个寻山头目 都给他管的 拿到了 变装上山之人 他得问呢 你是干嘛呢 黄国英不能杀人 都认识 说我是建州之州 黄国英 有密室 要建军师 要建英王千岁 头目人不管那个 就报于总头目张旺 张旺可就把黄国英 带到总头目府 自己这事 黄国英一看 赶紧山上新派了 总头目寻山的 自己不知道 他误会 就把自己的金牌拿出来 这都英王给的 您看不 这没有假了 哦 张旺大惊了 朝廷命官 建州之州不小了 没想到竟然是 建山的山眼 不定切的 乔装改弯 上山密棒 张旺有意 要拉拢黄国英 他把黄国英 就送到军师府 军师带着黄国英 面见英王千岁 出来 又把张旺找来了 你把他送下山去 派俩人一直 把他送回建州 张旺没送 张旺把黄国英 就留在府里头 摆下 风风声声 一桌酒席 跟黄国英 是推威唤展 您这么大的 支州 整个建州 来说你最大了 那么你要想 调装改办 认识人 也是多的 那老百姓 好多打官司 都见过你啊 你怎么能够 确保万一 不让整个建州的 这些人发现你 你能够到建山来呢 黄国英也搭 喝点酒 又一瞧 这寻山总 头目挺恭维自己 这话可叫场了 您不知道 我出建州 我不走大街 走房上 您回夜行之处 一介如生 没有把势 那您走哪呢 我走陛下 怎么叫走陛下 就在我周牙军内 有一股暗道 就把厚的玻璃厅 城外的小凉亭 整个这些事 完全合盘而出 全告诉张旺 张旺一听 又好厉害呀 正好我派俩人 跟着点你 护送黄国英 回建州 派俩人跟着 他 喊着也出来了 张旺能在大呀 张旺当初做贼出身呢 就跟在三人身后 一看凉亭的位置 出离了建州 西关三里地 小凉亭 谁知道底下 有暗道 把小石头桌子挪开了 有提手 把他提起来 下去里边有销 都能销紧了 你看明白了 自己回来 首先这俩人才回来 他还假扮了三道 怎么样送到地儿了吗 没有 送到那个离的建州啊 四五里地儿 黄大人就不让我们送了 什么叫黄大人 别说这 就让我们回来 行呢 回来回来吧 没事 打开了 暗暗的他把这都画图上了 他一看这黄国英做事 还真缜密 不是说隔几个月准来 或许长或许短 有时候来的还挺密 最近就挺密 就在年更遥 入建州前这一段 黄国英连着几次 上建山密告 就说年更遥要来了 让军师速派人下山 就在建州就地 就把他解决了 那军师这得派 原先派就好几波了 都没凑效 怎么办呢 这才请的 大师哥下山 默其一兄不愿意下山 耐不住英王 还有大帅谈天谈归林 军师愿苦愿云峰 文武群臣 作以三顾茅庐之态 挤兑的无形剑可没辙了 这才答应下山 乃至这下山就碰上劲敌 碰上董钱二次出事 头一段书就是借鉴对持 那么哥家这些人不提 单说张望 张望一瞧黄国英跟军师 他们已经定下了 建州刺杀钦差 而且从黄国英嘴里 他已经知道了 保驾的飞着旁人 正是小师叔 童云童海川 以至于随行委员当中 有自己的老文师 侯氏昏众一干群雅 你琢磨 我呀 由黑而白 由白而黑 现在再想变白 就在这关键了 我进建山 没人知道 我要想见 我两个老师跟同师叔 我要不有点真凭实据 他们恐怕不信 这才自己写上一个请假的条子 说最近偶感风寒 不能够陪王半价 托人地道大帅虎 请大帅代交英王 请假五天 这五天呢 真找人给自己瞧 他有点气候 把自己弄得病病痒痒 弄得气脉微弱 大夫呢 真给开药方子 他还真熬药 就是不喝 把样子都灌了耗子洞子 张旺这屋里这窝耗子 一个一个都精神呗爽 为什么 天天有中药盯着呢 这不过就是眼人耳目而已 晚上 他也穿着夜行衣下山 您琢磨琢磨 他是悬山总头目啊 头一样的人头熟 二一样啊 他腰里都有金牌一面 三一样根本也没人瞧见他 哪有明暗哨 他都知道 他自己安插的明暗哨 他能躲不开吗 山上有好多骷髅明明是通的 有人不知道 他也有自己出山的暗道 这才购奔见周 怎么那么巧 何该他立功 他一琢磨 吴行健在建周呢 我要问建昭 我碰不上吴行健 还得罢了 碰上我先死 为什么 我是叛徒啊 吴行健 瞅见我的目的把我当死吗 派去刺杀 连灯瑶都是战殿将军 贺如龙啊 丁瘦啊 鹿鹰啊 这些人哪个都比我能得打 南宫里这些人 武术都不错 就即便我侥幸 跟他们能站得过 我这身份暴露 苦心经营 正常日子 我在建山混这总头目 好不容易我把这里事都摸门清了 我不能现代过早的暴露 干脆 你们刺杀年轻差 避走暗道 你们带着年龙表得从暗道走 我明着不行 暗着来 我就在小梁亭守着 来一个逮一个 我大救年轻差就在此处 他是打定了主意 就在小梁亭这守着 他在上头啊 把这小石头桌小石头 那上都已经挪开了 这铁板呢 他一掀 外边这层 他就给抠起来 有提上 里边这层插着 黄国英怎么意思 黄国英一瞧失败 那儿 丁收路英背擒 赫如龙让铃一把 连头巾带头皮 抓下一把来 赫如龙大叫一声 剩下六寇 王兵儿走 黄国英一瞧 你们别走了 赶紧跟我出城吧 可就够不了 密道奔西门外 到西门外 三里地小梁亭底下 黄国英跟六寇 可就商量了 哥六寇 对不起你们 怎么 我是没武术 得我先上去 为什么 一到外边 你们这有武术的 就不管我了 你们往下一踏腰 撒腿就跑 陆地飞头 我跑最慢 所以我得先上去 赫如龙脑袋疼啊 赫如龙心的话说 你别先上去 万一上面有埋伏 没人知道这股密道 上面不可能有人 不是 我这头部已经没了 他再抓也抓不住 我替您来不用 你甭安着好心眼 黄国英 你奋赃心 南北他下边 这铁砂腰插进去 挺厚的铁碗 背挺大 就给堆开 这铁碗一动 张旺在上头 可就做好准备了 他跟那几位不一样 他没当过贼 那几位都是先把兵刃探住 你才没兵刃呢 脚底蹬住了软贴子 俩手一扒这颜 猛然间一使劲 躺一下 半打身子就出来了 张旺拿着 轻而易举 在后背一搂的脖子 这手一推的腰 往过去搬着 拿颗西盖一顶的后腰 掏绳子就捆 这手稍微慢点 没捂住嘴 哎呦了这么一声 贺如中刚要探头 拿手一股脑袋 往回跑 小哥的我又跑回来了 该招哥六个露眼 怎么 就来回来去 这一跑 整是无形见个大战群羊 董田赶到了 两人就这么一打 董田拿铁球一打 那一接您东 这多少事 他们跑回来 这就得说 这高飞哪打 高飞已经死了一回的人了 再有一个 他是会宾的徒弟 他是什么都不怕 铁岛要的高飞 一琢磨呀 既然群霞都在 投了玩命 咱们还奔玻璃厅 到灶台这儿 把锅捅开了 小哥六个右上来 一看 兵收录英这儿捆着呢 把绑声松开了 嘴给堵着东西操出来 退后窗 跑了 八寇竟然 安全无恙 亡命而走 那么八寇流亡 暂且不提 这儿 群霞跟 这个郑顾侠 懂钱懂话一 把无形剑和吓跑了 这儿丢一铁球 郑顾侠也走了 群霞保护大人 回了一筹 二寇也走了 下地道追 这地道出去 什么也没有 知道城外有地道 也没用了 大伙儿 为保大人要紧 全都回来 哪知 黄龟已经被擒了 那位说 那张旺怎么才来呢 张旺把黄国英捆上之后 他得等天亮城门开 他得走外边 张旺把黄国英逮着 黄国英也看 明白是张旺了 黄国英不明白 这不是 见山童来的 寻山总头目 张旺吗 你捆我干嘛呀 冲着张旺几股眼 张旺把他嘴里 布条掏出来 干嘛呀 张旺主 您这算奶出 你什么奶出 带你见个朋友 带我见毛 你捆我干嘛 不捆怕你跑了 我跑什么呀 走了 堵上点 扛起来 他不奔建山走 奔建州走 黄国英一看 干咯 这好坏 哪知道张旺是奸细呀 打算盗本建山的 黄国英心里边叫苦 城门这一开 河上扛一人 有起的倒的 咋卖刀点呢 大伙出来一瞧 这谁呀 这说不利 黄国英不 乔装改办了 穿着便衣 你看河上扛着一人 河上这劲头 熊啾啾气 扛着这人 这家伙 逮着理了 那意思 迈着大步 醒胸脯 往前走 这怎么回事 这一瞧就瞧明白 这什么事 扛着这人 是小偷 上个药里 偷东西去 让和尚 逮着了 你看河上这 横劲 逮着理了吗 扛着他 金剑州 找智州 黄的人 让黄的人 狠狠 打这一顿板子 这几位 聊天也没顾忌 黄国英 踏着张网 尖刀 犀了话 哪找黄的人去 我就黄的人呢 我自己给自己 下令 打一顿板子 打一顿板子 那是好的呀 到如今是 人头落地 以身就把 张网扛着黄国英 来到了 雅鼠以外 跟门上人一回禀 说我要见 随行委员 办这官 我 这人 搁在你们这 你们给我看住 哪只铜铃猪的 把他引进去 现在面见 钦差大人 连钦差不知 张网之故儿 他打哪来打哪去 并不清楚 现在让他自己说 张网这才 跪在钦差的面前 啪啪啪啪 把自己所经历的 这么一说 说老大人呐 是不是数 众位侠客 想昔日 贫僧张网 我 不过突成 口舌之能 就因为我爱挑错事 所以被恩师 隔出门墙 我到现在 身头匪乎 来到了建山之内 不做他想 还要凭我 口舌之能 倒反他 一坐建山 蓬来倒 那时方有颜面 得见恩师 时方才近来人有 要是未及顾问 我那老恩师 听说被无形健 可打成重伤 说话 张网掉眼泪了 他老人家 现在何处 可忠 地狱子一见 有心胸 有志气 别人听了 不再紧要 唯独震东霞 喉庭 听完了 首领 依然点头称许 罢了 这不愧是我 喉氏门中之弟子 这对了 北侠给你看 怎么样 当初我 回护张网 林董说 我嘱咐他那几句话 小孩多有知情 当初喉庭 你对人太严厉了 一人你给宰了 对不对 这我几句话 人孩子立这么大功 北侠哥过来 伸手相看 说张网啊 没想到你能立咱们大功 来来来 我同你 到乡旁去见你的老师 拉着张网 可就够问乡旁 大人一声令下 说带黄国英 有歪子 把黄国英给递了进来 黄国英下的面无人色 体色山康 多了什么一个 大人这才下一声令 给他松绑 当时把黄国英 绑绳松开 匍匐在地 吓得都尿了 呼吐说 其其其其其其 金钗大人 是下官我一时不明 被匪人胁迫 这才万万无奈 行此措施 咚 说了吧 还傻说呢 谁让我进的 这玻璃条 你让我进来的 这地道是匪人拉的 匪人胁迫 就让你帮助他 刺杀我 哪那么现实的地道啊 你难以自袁齐说呀 来 将黄国英 拉出武府衙 就在长街销售室中 人头高官话题 没官了 黄国英手下人全跑了 出榜吧 军师杨友之 写一个布告 贴出去 和府的 拔供奸生 秀他们全来 干嘛 年代人是主考 杨友之是副主考 临时先拔几个锅 那不成 这没人管那行吗 有一老拔供姓方 叫方不平 这方不平 方老秀才 拔供称 学问好极了 相貌古怪 谈吐不松 年代人一眼就看着这方不平了 这脑袋说方不平 方生 你别看岁数那么大了 学生在 这样 代理之中 你先待几天 那么所有的这些个 奸生秀才 按他们的才学 量才文用 那么朝廷 克制就要派人 前来接替你走 你好好出版安民 代理几天就行 克方不平 心里得痛快 气势多了 没做官 一生都梦想了 得记得黄国英的记了 黄国英不当反派 一辈多也当不上官 太痛快了 好 赶紧建筑上下大伙 全都挺高兴 当官政法呀 大家伙敲楼打鼓 加尖吃洗面 方老八公呢 在当地还很有威望 你说他代理之中 大伙还都同意 那么大人不能紧在这待着 还得购奔成都府啊 可就有侯廷提出来 这一路上啊 经历的显示太多了 那么购奔成都府 我出一个主意 不知道大伙看可行不可行 大伙说您商量商量吧 头一二说 张望是个有用之人 现在虽然我跟侯协没准许 他在回我们的门中呢 但是要看这孩子能力 这功 他在里边大有用途 咱赶紧把他派回去 恐怕时间长了 剑山之人醒觉 这才二次把张望叫出来 大伙一看张望俩眼哭得挺重 为什么见着侯协身受重伤 动了心了 说弟子无能不能在老师的膝前进相 迟了于老师今日身受重伤 侯协一白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对你来说是个警戒 慢说是你就是为师我怎么样 我们群侠都无形 无形见个上把为师打成重伤 您旁边躺的是谁 司徒拉 你看他让肩口给踹了 要没有南下的早就弯回去了 他比我狂 比我狂好 没有好处 你好好见你几位大爷 央央央央央央他们 说实在的 当初不是师父 我要把你开除 那你大爷的脾气 你也知道 张望一听 不愿您也不愿师父 都是我当时把师做他 那么我要凭我知能 把我这个名誉给证回来 决要搅乱他一座剑山 全在你吧 师徒两个人 各宿忠常 张望哭得还挺伤心 文庭清差这叫张望这才辞别恩师 够问了清差的上房屋 清差很是勉励的几句 这才让张望还从暗道走 你出城现在也得留神了 为什么 你扛着这个大不大样 进来这也不成 人都知道了 现在你还是从暗道走 张望自回剑山 日后倒反一座剑山棚来倒 那能那可太大 就凭这三寸不烂之蛇 两行灵力之耻 就能说活了英王傅昌之心 各家张望回山赞起不提 侯廷说二一紧要 大人 我打算找一个人冒充清差大人 办一假清差 坐在大教之内 一到了成都府 满是剑山眼线和亲信 恐怕就有人前来行刺老大人 现在有不行剑 可这样人都来了 不由得大伙不害怕了 真打不过呀 你这懂钱什么时候来 你这接铁球那位是敌是友啊 这都很恐怖的 那你 凭群侠之力 说就怯诈吗 你眼睁这无形剑法太厉害了 要说搭着 艳谷艳云峰 艳雷艳子坡 老道杜青峰 诸狗鸿徒 谈天谈问林 这些人都杀了就凭我们这几位几口宝剑几把宝刀 不见得怎么样啊 大人性命有优啊 能以假钦拆 但有一只二人保着年的您人 化妆前行 咱们成都府会合 大伙一听 这主意还真不错 那么 谁假扮钦拆呢 从林说这样吧 就由建州大佬里边挑出一死刑犯了 让他穿成大人的模样 坐在教内 说艳路不是 大伙怎么保着大人 怎么保着他 为的是秦达钦拆 那是该找他的造作 到了成都府可以免他一死 倘若何该 他的这个命运不佳 真被建山派来的刺货 把他刺死了 那也叫死得其所 该找他以身正法 本来他就死罪 大伙一听 海川这主意也不错 可是北侠他提出来了 这个死刑犯 他没有官非呀 艳路之上 这个周城府县文武官员 都要接驾呀 大人总要有些个应答呀 那么到那时 这个死刑犯应答不辩之时 岂不是了大人的官仪了吗 连灯瑶一听 对呀 也不像话呀 我堂堂清拆 让你死刑犯冒充我 再说他什么都不懂啊 不知道对答呀 同龄一琢磨 还得懂得礼数 还得懂得官场的规矩 还得知道大人平常能说什么 这样让师爷杨永之来吧 大人一听何诗 群侠奔听点头 这才把杨永之叫在面前 就把让师爷杨永之假扮钦差这个事 跟杨师爷一说 杨师爷一听当时就愣了 哦 又算计我 这是玩命的 想那清拆老大人 满身武艺 尚且不成 我一文若书生 年过半百 我这么大的岁数 坐在轿子里 我情等的挨刺吗 这不是情等的死吗 这是玩命啊 当着清拆面 焉能说不去呀 可是有一节 暗寒的心里边 暗恨群侠 那么杨永之是什么人物 杨永之不是 钦差年庚瑶的人 是年的人 由四杯的五 印针跟钱 要出来的两个人之一 一文一武 五的呢 可就是童林童海川 年庚瑶有他的想法 我要童林一个人 要了半拿武林道 童林的威名是大的 交际是广的 那么就因为童林一个人 能够吸引来很多 狭端一展的武林 很豪金 这些人 作为我的左膀右臂 抹住在我的身边 此一系建山蓬莱岛 可以说 事半功倍 能达到很好笑 同时呢 建山那儿 还有很多高人 我有这般人 把人就无以为惧了 那么药里的 师爷杨永之呢 可就是另有一番深意了 那跟童林的作用不一样 那么在年庚瑶来说 他手下的文人居多 师爷能没有吗 带一个随身的秘书 说现代话说 谁都行 干嘛非得上人家福利界 这因为杨永之是 似卑勒印针的心服 也就是说 我出去这一趟 必然 要有一个似卑勒的人跟着 这是代替似卑勒来监视我的 不用您派我主动申请 您不就放心了吗 那么四卑勒作为一个皇子 没有圣旨 不能够私自离京 结交外政 那么历朝历代 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俨然四卑勒印针 已然有储君之态 当时 在夺储的众王子当中 四卑勒印针 是呼声很高的 但是您经常看清宫戏 您也知道 跟他一块争皇位的 大有人在 你说论长 他不是太子 他不是大爷 大爷妹妹还有二爷 二爷下子还有三爷 哪就轮得老四 能论论聪明 论这个 什么叫能力 模样长下 你怎么博得他的欢心 你拿康熙圣主 康熙老伯爷下边 孙子一辈的 就红色辈的 就喜欢红利 就喜欢他 那也就是说 很突出 很明显 老爷子宠着他 甚至于说 有的人就认为 康熙老伯爷 就想把皇位给红利 所以才选择老四占 他爸爸不当皇上 他怎么当皇上 当然了 这也是一家之言 也不一定准确 就为了让红利当皇上 日后就是 钱宠言 现在就定下 他爸爸当皇上 那占他儿子 但是呢 据我想 也不是不可能 包括那么说吧 他随便的 跟朝里的文武大臣 公开的 这么样的 勾结是不成的 那么他跟年庚瑶 既是狼旧的关系 这又是一个 五职官员 要没有杨友之派的 跟着他 自己很难控制 年庚瑶 所以为了让达到 自为了应征 十分的放心 必须有一个 他身边的人 跟着 这才主动要的杨友之 那么杨友之不代表 年庚瑶了 就代表 斯威了 甚至于说 就代表 未来的皇帝 这个可能身份不一样 那么就是年庚瑶 明的是主 他是奴 但是 暗含的年庚瑶 对杨友之 都得客气点 都得拼着点 现在又让我 替秦天死去 你们太打我不当回事了 这个话说完了 他自己跟自己说 看他就记得了 您等什么时候 您听杨友之的厉害 就体现出来了 咱们这套雍登剑侠图 写得好 万龙藏锋岛之后 这不建山鹏来岛吗 打完建山鹏来岛 是打万龙藏锋岛 打完在龙藏锋岛 把鹰王复仓给逼死了 把西安侯打跑了 那么年庚瑶是第一大功臣 当时康熙国家就封年庚瑶 川 山 云 贵 两湖 两广 将这九省 一个人夸九省军政印 年庚瑶位高权重 当时一时压服了满朝文武 那真得说不可一是权势熏天 那就是杨友之在年庚瑶面前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群侠呀 都是江湖人 不好管理 而且呢 能力都忒大 脾气都很怪 您跟他们深入的一接触 您就知道 年庚瑶说 对 我有体会 那么他们这么不好管理 他们要团结到一起 日后 不仅不是您的绑币 而且是一种隐患 他们要一心限着您 怎么都好办 倘若新生反义纳什节 要有什么力量能消灭这伙人 连龙瑶得问呗 那么一事业之间 打算 要撒慢军心 他们之中的灵魂人物 是洪海川 能要冷落洪海川 这个话 为什么不跟斯贝利 你真说 那斯贝利 把洪海川当心头上 你跟他说没用 跟连龙瑶说 连龙瑶一听 好吧 就按照杨有之的部署 慢慢的 这叫撒慢军心 十分的冷落洪林 童林呢 慢慢的受到冷落之后呢 有点心非意乱 你要看 这个一船似火 一股子人 天天跟着热热闹闹 最后 被冷落奔洒漫写的最好的 就是《红楼梦》 可惜 童林 没赶上这部书 童林是康庸时期的人 曹伟廷老先生 还没做出来 这《红楼梦》 那童林要有人给他讲整这个 他老人就明白点 童林这一揽慢下来 大伙一笑 嗨 怎么对海川斗折押 到我们这干嘛呢 尤其这几位老侠 都做什么岁数了 我们这么大岁数 跟着童林 保住他 对童林都在啊 得他算了吧 这个凝聚力 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到最后 群霞散落 这是杨友之第一次 换散军心 成功 那么单等到 他回到了 背了骨 那一会儿已经是 庸亲王骨了 那么在康熙61年 老王贱家又骨登基 庸亲王一针 继承大统 做了雍正佛爷了 这杨友之可就了不得了 当时雍正成立军机处 杨友之是第一骨干 入军机行走 亚友之那时 秘奏一本 说当初 梁散尿 火同的 这些江湖豪杰 做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当然那中最厉害的 就是盗赵这个事情 那么江湖让这些人 知道朝廷的秘密太多 他们又 以军齐空而刺 这些人 不除 必成大患 那么当时雍正爷 更听他的 首先说 搬到年龙瑶 连龙瑶确实有点过了 没把这个 妹夫放在眼里头 您多用多吗 九省都府 就是都督循土 九省 军政大权 都为他一人 这才俩的 半个中国地 俩然跟皇上有点平分天下的 皇上不能容他 那么这都是杨有之 给出的主意 那么最后 真正把群侠一网打尽的 就是这 师爷杨有之 那么两次出坏主意 就把这么多能人 咱们这一套出 三百六十多位 侠口 全灭了 零零三三所活着 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就是江南大侠 吕留良 临终脱姑 把闺女 子娘 脱姑给建克爷 那么建克爷 教导吕子娘 长大成人 报仇血恨 非见慈雍正 雍正皇爷 在位十三载 让吕子娘 离着一千多里地 把宝剑给寄出来了 宝剑 航空 无人驾驶 夜入紫禁城 把脑袋隔下来 拖着人头 飞回去 飞回江南 这个 可能不是真的 到我里当真的说 大伙 我怕你也不信 过去 说书就这么说 这叫吕子娘 非见慈雍正 但那跟建峡族 就没多的关系了 很多人 听书 大伙 听到这个地方 包括上回 我说的这 大伙 跟我有个讨论 我自己也有个思考 这和做书人的厉害 杨老之自出世 咋咱们这套书 开边有他 谁也想不到 会在他身上出书 谁也没敲出 杨老之的厉害 那么就是今天 真假 年轻差点 不过就 他动了这么一点心思而已 当时绝对了受委屈 日后就能够起到 分天覆地的变化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就其实这点委屈 按说说书 不能这么说 说书这叫什么 就叫刨 怎么好话 就把后边就刨了 等我再说了那的时候呢 您听了就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您知道答案 但我为什么要刨呢 就是恐怕说不到 这个最遥远的 所以咱们先说了 您先听着 咱先过过瘾 就是 那当着执这会儿 可不能说不行 那杨老之也得顾命 一定是点头英语文 此不过呢 有两条 第一 学着我有口音 官话说的不是很好 虽然久在京中为官 但是难免对达之上呢 怕露出马脚来 那么也就是这样 我呢 尽量的爱装 能装相 不是老大人的官衣 也就是了 二一点呢 仰仗众位侠和爷 怎么保着大人 怎么搞着我 大伙多要必屈 不要因为我是小小的师爷 而不尽力 那时学生难免性命有啥 不过 上位君下位大人 一仰仗天子宏福 二仰仗大人虎卫 总能够化险为夷 保全我这一条性命 也就是了 这条漂亮话 也不得不说 不得不解啊 大家伙当然一通的安慰 您放心 怎么保着大人 怎么保着您 啊 这个 在于这个保安级别上 哎 保卫制度上 一点不含糊 您放心 一定做到 百分之百万无一失 那事业不答应也不行了 那么年钦差 你看这样就完好了 师爷答应了 照样起 大跳黄亭子 大家伙按部就班 单独的就是委派 同海川一个人 保着钦差 那么有镇东霞 侯廷侯振远 北霞和秋田秋佩宇 几位可就提出来 海川哪 那么要你一个人 保着年钦差 是不是稍微的 单独一点 正着 你再挑一位 跟你一块 同理一听一百首不 人多目标大呀 想当初 保着贝勒 就是海川我一个人 那时节我们君臣两个 伴作了 主谱二人 他也是个大掌柜的 我那不过是个小伙计 更何况呢 老大人比贝勒爷身上 还多了一层八十 年龙瑶的武术 比印针 那可就高许多了 他本身就是五十关 又随着建克爷 练过几天武夜 那年龙瑶一般的蛇扣 还靠不上前呢 更何况天然的虎威 哎 料也无妨 就是海川 我一人保着 就足够用 连龙瑶一听 诸位老侠也不必多虑了吧 也海川真能保护我 还能怎么样呢 再说 他出的这个主意 我听的挺好 就伴作了 贩卖不匹的贺商 几位老侠一琢磨 似乎觉得有所不妥 为什么 你装什么得像他吗 你说你办什么货物 你得懂 人家跟你一问 布匹行的事 零罗重断 啊 丝终尼布 你得真说得上来 说这个京中的老客 要够分四川 办这个布料去 这有可能 属锦呢 最出名了 哎 这个地方 有好的丝织品 那是无疑问的 但是你们这一主一仆 得像 还是赌人家行规 会说人行话 这二位呢 一个是京官 一个呢 是武林道 一看就是外行 所以不一定装得像 但是他们二位都说了 那别人也就不好意思深圈 就这样吧 海川宝的大人 别看走得快 挽走 让大教皇庭的先走 中卫霞和闹闹 轰轰跟真的一样 就让这个老伯父 现在的代理建州的州官 率领着新选拔上来的 这一票的文武官 当真的那么宣 一直送出建州 五十里地 这班人 方不平 方老拔 才回去 等着朝廷 新委派 建州支撑 那么这拨人 到了 轰轰都走了 不过是掩人耳目 老大元 年耕 这才火同的 同林同海川 二位 乔装改办 身上戴着 可就是真金牌 包裹里头 长条包裹里头 包的可是真的上房间 跟着同海川 由青柴公馆出来 出离了建州 一条大道 往下行走 两个人是说说笑笑 伤伤凉凉 不紧不慢 那也无非就是 知参科音 小行夜宿 正往前行 同林 用手一直远处 说老大人 您看 怎么还叫老大人呢 亏了是道上 没有什么人 耳目清静 那么倘若有 健身的耳目 咱就听了去 不是识破咱们的 形状了吗 您要叫我 要叫东角 对了 是海车 我一时鲁马 东角 怎么着 伙计 您看 景色多好 青山露水 景色幽暗 哦 是 一说这个 我想起个笑话 一个老的相声艺术家 叫常莲安 小模糊 常保坤 常保华 常保亭 这都是他的儿子 常莲安老师 有一个录音 叫山中七寿 打单口相 其中就有这么一句 他学这个驴啊 做诗 驴不会做诗 他有一包 驴做不了诗 他我会做 我替这驴说话 哎 有这么一包 其中就有这么一句 露水星山 景色幽 这句话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景色呀 太幽了 这句话不如不解释 我刚才说这句 我想起这个 露水星山景色幽 就是景色太幽了 那么 铜海川呢 贪看景色 可就是跟 联带人 这么一聊天 联带人问 铜海川 铜海川呢 有这么几句话 他是这个蜀道 难于圣青天 据我所知 想当年 韩信用兵如神 明修战道 暗度尘擦 这个战道 在川鼠之上 那是十分的有名啊 那么据我 自靖川以来 并不见一处战道 这是为何呀 人都知道这战道啊 悬崖峭壁上走 凿窟 早晚窟窟之后呢 把木头装得歇进去 上面铺木板 这人就在悬崖峭壁上走 你别想那么闲 那么窄 竟然是交通要盗 当时利用力是十分高的 现在有很多地方呢 战道已然成为了景点了 那么上去走的呢 也无非就是体验体验 真正用它来作为交通 是不可能的 那太危险了 老大人一提啊 铜林落 老大人呢 您是不知道 咱们来的时候路过几处战道 这个战道还真有 可是您都在大轿子里坐着呢 当时呢 也没说特意叫您出来 您看看 南北战道都已经走过 我们已经进川了 替我跟人家打听啊 前面还有 再有的时候呢 我一定告诉您 咱们好好的瞧瞧 嗯 是 这一说话 我觉得有点饿 饿了没关系 咱们打尖呢 好吧 说着话 两个人往前走 自说饿之后 往前一直走了石了里利 也没有打尖之所在 钱不拙 村后不拙恋 这人要不想吃啊 不觉饿 这一念叨的饿着 喝 觉得鸡肠碌碌 一阵子长鸣啊 连在车不走了 我说话姐 东姐 这简直在哪能吃饭呢 这方才我就饿了 这又走了石了里路了 走多少半天了 怎么一处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啊 哎 要不我在造房等会儿你得了 你呀 走个快 找个饭铺 先打点包回来也行 你再回来 同志我去也行 我走不动 同志走不动那行啊 好 我给您搁这 我这哪有饭馆啊 这地方 找饭馆恐怕找不着 能有吃饭地就不错 哎 我说东姐 这可使不得 这样 我餐点呢 我倒不用穿 咱们仅走几步啊 慢走都走不动 仅走几步 您怎么还不如 四爷皮身 四爷怎么样 四爷跟是我出远门 也没像您这样 好 四爷能走赶枪 我们这一百天 走一百多里地呢 您这才走多远啊 罢了 走 咱们再往前走 可瞅见吃饭的地方 咱们就得待着了 那那是一定 我也有点饿了 这一走 又走半天 又走出十了里地去 这年轻差 也实在走不了 不走了 你咋吧 原地休息 那您不越待越饿吗 没力气呢 是啊 吃了个饭不就有力气了吗 是啊 吃不上饭呢 那您坐在这一会儿 这劲儿缓不上来 都没力气走 今天晚上咱们连住店都都没有了 依你说怎么样 依我说 您顺着我的手上瞧 您看了没有 我都能瞧见 最多在有一里多地 那儿好像有个棚子 盈盈抄抄 有这么几个人 没准劲儿啊 就是卖饭的地方 是吗 他要不是卖饭的呢 不是卖饭的 有人就好办呐 万个男人附近的住户 咱们上人家去 咱里得多点吃的 无外乎多给人几个钱呢 你得多点 你瞧见了 我瞧见了 我怎么一瞧见 我练武黑白天的功夫啊 目力比您足点啊 我瞧得远 好 发了 走 其实啊 从来没瞧见 这走道 您就得是这样 你有的时候 你就得跟他说瞎话 这样呢 连捧带骗 让他能多走几步 多走几步呢 可不也就赶上了吗 错来年龙瑶啊 走这个路啊 他没走过太远的长道 不是骑马轿坐降 这一针走的啊 说是一里多地 二里地 他也没多的概念 十地同龄啊 连参代价 扑着走啊 又走出够三四里地去 该找同龄露脸 连针灯窑都瞧见 这有个棚子 可不是几个人 棚子底下呀 得够四五十位 连灯一瞧 嘿 没冤枉 不过海川 你这眼神 够八 我一点都没瞧见 我现在的瞧 这人才那么点 这恐怕离的 还得有两栈地吧 哪啊 这也就一百多米了 是啊 真走两步就到了 可看见目标走得快了 噔噔噔心 跑几天 到跟铁一瞧啊 把同龄给乐坏 怎么意思 外面的面棚 感情啊 附近呢 还真有个大镇点 这大镇点是二五八级 逢二五八有级 有的那边是三六九 有的那边一四七 有的那二五八 这个级还都不一样 那么从这个二五八级的时候呢 这面棚子才摆 平常日子啊 还不出摊 棚子是常年跟这吃的 那么可是吃面的呢 没有外卖 背搂着挑蛋的 都是小买卖人 那逛集的呢 很少跟这吃 都是摆摊的 这会儿啊 千帮正午 正是吃饭的饭点 喝 面棚子底下啊 所有四五十位 在面棚子外的地上 扔着很多的东西 那个扁的啊 大锣筐啊 灰篓啊 灰的小吃 什么货物都有 老客们呢 就都在面棚子里边 歇腿 也有吃完了的跟这儿 出带烟 也有还没吃 刚进来坐去 有认识的 有不认识的 大伙聊着 这赶紧 这赶紧您都知道 半天急 吃完的呢 就都各回各家了 正热闹时候 那么卖面的呢 是夫妻两口子 这夫妻两口子啊 忙的是不一落户 手忙脚乱 连麦座啊 带招待人呢 带收钱 带下面煮面 带给端家伙 给那位蓄面汤 给这位沏水 给那位点烟 说到底 拿伙喝这事多了 正热 同龄一瞧 这该着我露脸 吃冰下饱子 你要我到这面棚子底下一瞧 快乐 不是面棚 季棚 家里有钱人死的 在道边 搭一路季棚 我带着年轻差过来 一顿段没吃 还得随俩份子 免不了还得给人居死 上去本家吃去 那白事也可以上家吃一顿 你不给人几个钱行吗 哎呀 倒要多破费破费 你这就卖面了多好 好的没有 足能够冲击啊 年轻差 哎 问了海川 我家 东家 怎么样啊 还怎么样啊 吃饭的怎么样 好吧 赶紧个面棚 这些个坐满子一瞧啊 呼 这二位 这个仪表 气概 竟然不同啊 那没有说方桌板套 都是小桌 有的连小板顿 小马杂小椅子都没有 弄两块砖一路 哎 压压查查 坐这么一棚人 捡干净的地方吧 哎 人俩这么一坐 坐可是坐 还跟人拼桌 人家桌上原本有味呗 正吃完饭 坐那 歇腿 俩人啊 正聊天 可说的都是四川话 哎呀 得啊 这时候说什么 我哪知道 我就回这一句 哎 反正是 乔的意思 准备要走 童林就坐这 第二位走 一会我们俩好说话 那么 一进这个 面棚子 有香味 您别看 小面棚买卖不大 做饭品这一道 不卖别的 就卖面 什么面呢 鸡丝麻辣凌面 讲究三顾 过水 过风 过油 哎 过完之后 在婆罗里盘好了 一碗一碗的盘好了 跟那搁着 当然我说 这工作不能现做 现做来不及 都是在家做好了 跟那搁着 然后呢 这边有鸡丝 有各种佐料 您都吃过 这个四川的 丹丹面 麻辣凉面 那全国 哪也比不了 确实好吃 错来 您别看学徒 我说的 我不吃这个 为什么呢 我不吃辣椒 一口辣都没有 丹丹面 我也不吃 但据说 吃过那都干 我这是天下 是美味 好吃极了 您更何况 年轻差 鸡肠碌碌碌 应的那句话 饿了吃 抗甜如蜜 饱了吃蜜 都不甜了 这儿让海川 赶紧买面 海川 找这内张柜的 内张柜的 一嘴的川话 但是海川都听不懂 为什么四川话 属于北方语气 四川人慢慢说话 咱们北方人 都能听得懂 它不属于南方话 跟咱们北方话 山东话呀 河南话呀 属于一个语系的 只要说慢点 都能听明白了 感觉两碗面呢 可真琢实 把这凉面子 往里一割 剪割割了 端到了 清斋的面前 这凉面不用等啊 那要是吃北京 这面拔分了 炸的面 锅儿条 拔了鸽 像这天 星辰末 青菜末 黄瓜丝 水萝卜丝 小碗干炸 他有人的不吃 吃不下去 我行 我吃热的行啊 把面拌得了 还得吹半天 打卤面也是 都得吃热的 一时吃不到口 这凉面当时就能吃 海川赚真端 那晚去 这半晚已经下去了 这辣劲一上 喝汗也出来了 赶海川 刚坐在这 年轻台 这一碗见底了 还得回回碗 那您先吃这碗 得了 把这碗又递过去 再买两碗吧 刹那之间 风卷残云 您等人两碗 麻辣鸡丝面 凉面 下去了 这一下就稳住心神了 从林冬 买川两碗 吃完了 看年冬条 冬家 您再来点 吃饱了 那要吃饱了 我再来点 后八是人呢 你怎么样 我这饭量大呀 说说在您喊我那会儿 我也饿了 这两碗面呀 没了花味乐 小菜一碟 这还哪不到哪 哦 到有 摘扬摘扬 来来来 九厅人言呐 凯川这饭量大 在四杯里不是有名的 您多吃米饭 吃盒子碗那多 来了 童海专业 您能吃了 又来两大碗 那开店的不怕大多汗呢 两个人坐这儿 六碗面 这吃下去呀 当时吃痛快 这也是急劲 吃完了可有点难受 头一个辣嘴 二一个它咸的 这个四川饭呢 鲜辣 咸香 这几个是特点 虽然说没什么菜 就广市这面条辣也好 好吃归好吃 较渴呀 这出门两个人赶路 就没有跟着那么多人 伺候方便 您懂那前呼后拥 六小弟兄 这个给拿着衣裳 那拿手巾板 那给拿摊壶 您琢磨琢磨 并排队张芳 啊 川芸博弈虎刘俊 什么人 杨小香杨小翠 这孩子都多机灵 四五两下九零 那都不用说 就稍微 一盒子盘筒过来了 擦嘴纸递过来了 这稍微的就 这么一摊领子 一解这头一口 那马上扇子就扇上了 香炮递过来 又给擦汗 拿手的一抿嘴唇 这茶水 温凉股垫 这么合适就递过来了 那伺候的都够夺面的周到 体贴入微 这个就是童海专衣服啊 什么也没有啊 人俩要吃多了 叫渴呀 跟他要点茶粉一样 哎 童年童海专站起来 先把钱拿出来了 这六碗面没多少钱 拿这把钱呢 可多得多 比这值得多 走到那张会面前 一扬手 结账 那张会一条 干嘛给这么多呀 不是 这是面前 还带水间 什么水间 西湖咽茶 墨里高碎 有呢 铁银大方 明前雨前 没有 您喝这这是什么呀 不是我们喝水 喝水 我们这是面棚子 不是茶棚子 我们不卖茶 哎 我看这有喝茶 那都是人自己带的 我们这给人点开水 哦 那你给我点开水也行吗 您看呢 这我马上要收摊了 水都用完了 就是面汤 要您对我喝口面汤吗 也可以 面汤也好啊 给我盛两碗面汤 那就不要钱了 您就接这六碗面前就行了 哎 我拿出来就都给你了 嘿 卖面那张柜一条 那感觉合适 两大碗面汤 拿几勺 那张面锅里边 这么一成 广大 广大 人说这不胡说吗 面汤怎么都 光当光当的 丑啊 您总 他都早上煮面 煮的这会儿过啥子了 这家伙 酱子 这大对 比酱子还黏呢 这面汤倍儿酱 已经不是花花的了 比面茶还黏 两大碗递过来 半个绿沫就递过来 端在清宅面前 清宅低头这么一瞧 这现代面汤 过去面汤不一样 过去这个揣面 是严谨凡 那面汤比现在 这个面汤浑的多 而且带颜色 再有一个呢 他拌面的佐料 保不齐就撒在面锅里头 哎 这儿是 在家做出一批凉面 这儿呢 现煮 现亮 现布 要不都呼不上了 打这儿说 这面汤啊 没法喝 什么都不喝 就有味 又热呀 一时喝不到鬼里头啊 连清宅低头 一瞅这两碗面汤 哈哈 哈哈 这能喝吗 这 这怎么能喝啊 原汤挂原石啊 哈哈 您这面就打这锅里 别说了 你说连我刚才那都 都想动 哈哈 哎呀 这么着行不行 你跟他打在哪里 附近有卖水的没有 哪怕酒拔凉水呢 我喝的到中个点 这个我实在的喝不下去 您这太难了 哦 要茶吧 人家没有 给个弄面汤 您又不喝 你问他什么的 喝 眼是观宝珠 嘴是试金石 这别的底下 这张嘴 能把大千世界的事情 都问出来 你怎么那么懒惰呢 你这别包骗我 您多这 我跟这问题不就完了吗 同龄二岁站起来 这回不问那掌柜的 走到掌柜的这儿 一抱拳 辛苦 掌柜的一回头 说啥子 哈哈 我这四川话 说的不很好啊 就这意思不大感情 哎呀 谁是傻子 你骂谁呢 哈哈 我问您干嘛 哦 我干嘛 附近有卖水的地方 渴了喝茶 哎呀 我女人不是给您盛面汤吗 不是太怕 一时喝不到嘴里头 再说了 还是喝茶解渴 我们下午还要赶路 嗯 试试 哎呀 您看见没有 抽我这面棚子 往前走 您不顺点来的吗 啊 往前走啊 一里地 一里地 是您这一里地 是我的一里地呀 您这一里地我不知道 就我们这就说一里地 那就有个卖茶的茶棚子 也是258赶集 您到那 您就提 在胡家面棚子 哦 掌柜的姓胡 对 我姓胡 我叫胡闹 哦 到那怎么样 到那您收一胡茶来 连板一块拿回来 您坐这喝 喝完了都不用给他送胡碗去 到晚上呢 我们坐一块就回家了 哎 连胡碗我再还陪他 那太好了 好好好 烧焦烧焦 回到了 青年年东窑的面前 哎 东家 您的造化来了 嗯 我有什么造化 一里多地啊 就有个茶棚子 我去给您端茶去 不行 你嘴里的一里多地啊 太远 干脆我跟您一块走得了 您再唠唠号啊 真是一里多地 哎 这个 掌柜的姓胡就胡闹 我想你就胡闹 我去 连胡带碗给您拿来 咱们二位啊 坐在这里头 喝透了水 咱们再赶路 这下午啊 就没急了 是这话啊 那一定啊 那行 你去吧 好 同便同海川 站起身形脉部 来到面棚以内 大沙被网 定睛观瞧 这么一看 面棚子里吃面的 三三两两 差不多都散去了 猛然间一抬头 大太阳镜 大白天 回头一看 秦差安然 坐在面棚之内 一里多地 凭自己的角层 打闪 认真 我就回来了 恐怕 秦差 没有什么闪失 抬头 往远处一脚 影超超 这回 真一里多地 已然看见那茶棚子了 自己脚下面一点劲 就不能使清空 大白天 观导之上 陆地飞腾 蹭蹭蹭几下 穿着跟前 人家一看不像话 那就是大木派走 一小会儿的木派就走到 回头一看 都能看见面棚子 进了茶坊 茶坊这 人不多 也准备要收摊了 这会儿已经了 太阳笨西窗了 想不想 哦 您用什么 七壶宴茶 要两个碗 哦 您一个人干嘛 要两碗 不在你这儿喝 看到没有 说的话用手一指 一里多地 这面棚子 胡大夫 这面棚子 你知道吗 哎 小的呀 我们都在一起村儿中 啊 对了 我呀 上他那儿吃面去了 吃完面呢 有点咸 打着跟你这儿啊 收到一壶茶 上他那儿去 用作 喝完了呢 胡尔我也不给你送了 他说他临走的时候呢 给你带着 你们一块回家 哦 是是是 我们经常这样 啊 也有啊 我们这儿喝茶 喝的喝饿了的 上他那儿端碗 便也许喝 喝根子 你们搬一块儿 干多好 干嘛非拉 这一里多地儿 哎呀 实在是让我们费事 说着话 把钱拿出来 哎 您跟他那儿一块儿 结婚 他面前已经结婚了 这钱可也比 茶减给的多 茶减子掌柜 你看 您给这么多钱干嘛 我还拿了一套胡尔呢 这位子上 安心 万一这胡尔 我给你拿草的物环 你怎么办呢 说完话 跟这掌柜的俩人 是哈哈大笑 掌柜的一看 赶上大门客人了 还真没少给抓茶叶 蹭蹭蹭 三把茶叶针见 茶水还就是深泉水 这块水调子里边 开水作则了 哗哗 往茶壶里这么一踢 煞大之间 把茶叶给砸翻了 往下都一沉 茶壶二盖上 茶壶有提帘 同龄 就把这个提帘 茶壶在手里边一坐 伸手接过来点茶碗 在手里边这么一端 说着这么一声 再会 转身行往外走 一琢磨 这我就不能走快了 走快了 到那半壶茶了 我再样子给我去 他拿面汤给我往里堆 我受不了 慢点走吧 再说慢点走 我也等这茶叶凉凉 等我递了回面棚子 给老大人倒上 那简直的说 是正可口 这回不着急 我都能看见面棚子了 买开四六步 不慌不忙 不紧不慢 来到了面棚以外 一看面棚子里头 已然没有什么人了 面棚子这个外眼 比他略矮一点 稍微怎么一低头 欠身行进面棚 抬头 观瞧 呦 刚才俩人坐那桌 空着 新差老大人 没了 没在那坐着 童林都还算大门 两晚面 就冲着找毛房了 连胡带碗 往小桌上一搁 童林往便棚的外边瞧 没有啊 寺外开阔之地 一望可见 他要想方便方便 他得找个逼人的地方 最近的地方 离得足有几十站远 有个书啊 有个什么的 那自己等会儿吧 略微稳稳心神 等个片刻不见 年轻差踪迹 就觉得心头有点慌乱 二次站起身形 用手 一只掌柜的胡闹 胡闹 这相来 好 您买茶回来了 啊 十方才跟我一块的 那位大 啊 大什么 呃 大掌柜的 他到哪里去了 哦 您说 刚才跟您一块来的 那位大掌柜的呀 啊啊啊 哎呀 您刚从我的面棚子出去 就来的一个 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 可就跟那位大掌柜的 坐在一块 一会儿我看二人 一块站起来 和尚在前 那位大掌柜的在后 他 已然跟着那个大和尚走了 哎呀 同百伦 能听此话 万丈高楼失鸟 羊子江心 断揽崩舟 竟然有江湖人 在青年博日市 拐走 亲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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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